哈囉大家好 我是裴薇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包包頭怎麼綁的 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是長頭髮的話 就是說可以參考一下囉 梳頭髮很重要 因為我以前不太喜歡梳頭髮 然後每次去給人家洗頭 他就說欸 你是不是都不梳頭啊 我說對 他說要梳頭 因為頭髮他就是會有一定的 掉髮的頻率 如果你不梳他的話呢 你下次梳的話就很容易產生打結 或者是你會發現欸 你怎麼掉那麼多頭髮 每天早上一定要梳頭 然後我平常會用的護髮油 有這兩個 摩洛哥油跟這個 韓國的 好 我們現在要來教大家 如何綁裴薇包包頭 非常的簡單 我希望大家看完之後不要翻白眼 想說這種東西也要教 可是就很方便啊 看起來也不會很糟糕 平常呢我喜歡用這種大腸圈 這種襪子店都有賣 然後一個好像20塊吧 因為他 我覺得他的頸度很夠 然後 又 就是 可以有一點厚厚的效果 所以我會拿他來綁包包頭 我在那個穿搭影片裡面的包包頭 其實就是只有用一條這個棒而已 也沒有用夾子 你就用一個你喜歡的大小 先繞一個圈 做的頭髮我只是會把它繞一下 然後塞到大腸圈裡面 然後不會塞完 我只是這樣子 留一點點在外面 我的包頭就完成了 其實就這麼簡單 然後旁邊須須下來 旁邊可以讓他不要那麼的整齊 然後這邊就是稍微拉鬆一點 就是這樣子 通常如果我要綁一個很圓很圓的包包頭 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要準備的東西就是 一樣是一個髮圈 一些夾子 U型夾 頭髮先綁起來 綁成之後你就把頭髮分散開來 平均分散 像一個蘋果一樣 一隻手擦著 然後抓一搓 開始往 右繞或往左繞就可以 這樣子 其實這樣子一個包包的形狀就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只是說 你要把U型夾固定它而已 把頭髮塞進去而已 就稍微整理一下 以上就是我綁包包頭的方法 其實就這麼簡單而已 記得按訂閱或是留言給我 掰掰 然後再接 Foix 總統 把 按摩 按摩 按摩